來地150米的東京鐵塔遼望台 地震一刻不斷熱火 部分遊客客到驚慌失措 東京另一景點六本木新城 54層高的大廈停電 遊客在走廊摸黑桃酒 升降機停止運作 二百多人一度滯留遼望台 據報地震發生時 東京有建築物遙房 維持大約一分鐘 有民眾跌倒受傷或被困隙內 地震令交通受阻 大批乘客滯留車站 東北、上越、北陸和東海道新幹線一度停運 雨田機場也曾關閉跑道檢查 之後重開 日本廣泛地區都感到震動 東京和環濱錄得地震強度為四級 據報其肉院一名七十多歲的女人 被跌下來的盤擊中頭部受傷 而北部的北海道 和南部的沖繩都錄到不同程度的震動 地震在星期六當地晚8點24分發生 震源在小粒園群島西部海域 深度大約590公里 離東京以南千多公里 由於屬深層地震 氣象廳說沒有海嘯的威脅 有東京工業大學教授說 地震在太平洋板塊內部擠壓造成 影響規模之大較為罕見 不排除小粒園群島仍會發生強度5級余震 有線電視記者黃永桐報導